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规定 住户不可以在楼梯间 还有共同走廊堆制杂物 一年多前 桃园公寓大厦陈姓住户 在住处的门口摆放了鞋柜 被市府依规定罚了四万元 但是法院审理之后则是认为 鞋柜并非杂物 因此撤销裁罚 一年多前 桃园公寓大厦陈姓住户 在住处门口摆放鞋柜 经管委会公告限期移除而未移除 被桃园市政府已堆放杂物裁罚四万元 但日前法官认为鞋柜并非杂物 撤销裁罚 我们会针对这个条文的释法性 理清一下 到底怎么拿捏公共安全 跟一般民间在楼梯间摆鞋柜这个安全的衡量 法院审理后认为 陈姓男子鞋子都收纳在鞋柜里 并没有零散放置 并没有影响到逃生通道和公共安全 认为市府把鞋柜列为杂物财阀 是过度隐身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规定 判市府败诉 本件的这个住户啦 他是将这个鞋子整齐的排放在这个鞋柜里头 并没有乱堆滞的情形 希望大家在楼梯间摆置雜物的这个事情上面 可以尽量极小化 让紧急避难的时间可以缩短 而监管处表示 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规定 住户不得在楼梯间共同走廊堆置雜物 是基于维护公共安全 还是呼吁住户尽量不要在楼梯间放东西 以免发生火灾时影响逃生动线和安全 记者詹淑云桃源报导